华山基金会吉安爱新天使站深耕地方服务长者已经有长达13年了 而为了感谢长期以来给予支持的在地团体以及义工 21号上午他们在浩克艺术村特别举办了建站13周年的感恩茶会 而吉安乡长游淑珍除了到场向长辈们虚寒问暖 也代表吉安乡立幼儿园将爱新手环的义卖所得全数捐出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弱势长者 华山基金会吉安爱新天使站从民国99年5月开始在地服务至今已有13年 陪伴上百位弱势长者度过黄昏岁月 为了感谢在地长期支持的团体义工及乡亲 21号上午华山基金会也特别在浩克艺术村举办建站13周年感恩茶会 吉安乡这边目前的长辈个案服务数我们目前有83位长辈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老人人口其实有不断的上升中 那我们其实在花园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的年轻人口也比较少 那其实有很多需要服务的长辈是在我们的村落或是乡村小巷里面 那还非常需要我们的所谓的乡亲一起来关怀 吉安乡长游淑珍除了到场向长辈们喊讯问暖 也代表吉安乡立幼儿园将爱亲手环的义卖所得全数捐出 希望能帮助到更多弱势长者 而小朋友们也亲手将编织的爱亲手环 一一帮长辈戴上场面超温馨 我们看着像龙林里的长辈跟着我们华山来成长 今天特别也带来了吉安乡托的孩子们 用他们资源回收的奖励金 还有手座的手环 带来满满的关怀 让老幼共荣乐活在吉安的一个铺陈认为 我们希望在吉安里面有很好的敬老的观念 也有老大人在过去闭路栏里 社会辛勤之后的一个乐活世心的养老的空间 我们希望公部门以及社团 共同来协力做好地方照护的职责 华山基金会在花莲县总共服务超过1200位落势长者 但目前资金被认住的部分却只有三成 以实际服务的长辈有很大的差距 欢迎民众响应每个月定期订额的捐款 来加入支持偏乡服务的行列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让独居长者得到更好服务 记者 许立青 简单相报导